我們再繼續往下看下去 如果你 剛剛就是調的都搞不清楚在哪裡的 沒有關係請從這邊 這裡有一個重設 這樣就可以恢復成 這個塗層進來的預設 但是重點我們要來看一下這裡 因為你變成3D塗層之後 其實有很多地方不一樣 你看我們這裡 第一個 在變成3D我們之前有介紹過五大屬性 對不對 動畫的五大要素裡面 你看 每一個 屬性 現在後面都是三個數字有沒有 注意到 因為他已經是變成3D了 所以就有sy分z 的數值 縮棒也是一樣 在這裡 那 另外呢我們這個旋轉的部分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沒有注意到以前旋轉只有一個 角度嘛 幾圈 現在 有一個Orientation叫做方向 就是 同整在一起的 SYZ同整在一起的 那另外呢還有一個是什麼 把每個軸向獨立分開的 有沒有看到 因為呢Orientation的話它就是針對什麼 360度以內的嘛 但是你超過360度以內的 我們還是回歸到原來的方式 就是 就是 後面是幾度 前面是幾圈 這樣有沒有了解 那如果上面這裡的話它就是 針對 單一個軸向 直接做 所以 旋轉的部分跟以前 會不大一樣 分成四個這個要注意一下 再來就是我們的下方 其實它多了兩個 這裡有兩個 另外這個呢 這個比較沒關係啦 這個 因為你也不能改好 所以就 我們就先略過 我們先看下面的 它多了這個東西叫做材質 Material 好材質 那材質的話呢就跟真正3D模型一樣喔 什麼意思 我今天 這個 3D之下 要不要產生陰影 你可以自己決定 要不要產生陰影 你可以自己決定 第二個 你的燈光要不要穿透 什麼叫燈光要不要穿透 你有看過那個教堂的玻璃吧 彩色玻璃從外面陽光照進來 雖然有彩色 但是它陽光是會灑進來 對不對 而且陽光進來之後會不會受到 玻璃顏色聯想 會 所以這個就是它穿透 燈光穿透的效果 燈光穿透效果 跟我們真正3D的材質是一模一樣的 那再來呢 你要不要接受影子 要不要接受燈光 你都可以 自己決定 所以我們在虛擬的世界裡面本來就是這樣子 你今天有個燈光 照到了這個物件 它要不要產生影子 要不要接受燈光的影響 通通可以個別屬性 去設定 這樣清楚嗎 預設的話呢 都會接受燈光 這是預設子 有沒有 你會接受別人的陰影 但是預設是自己的 這個物件不產生的陰影 有沒有發現這一次 所以 我們後面會有 練習 讓各位去 感覺一下這樣的一個效果 好 這樣 你可以實際打開來這裡 好這裡打開 先感受一下我們剛剛 學習重點裡面講的 你看打開之後在這邊還有一個是這個 材質叫Motivium 這裡 它的選項就不一樣 會多出這個 以前我們都很單純就只有這個而已 除了這個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我們的 圖層上下順序 各位 你記不記得 我們在波動效果裡面怎麼決定圖層的上下順序 按著它 是上下 我們在AE 裡面 如果不是3D的時候 也是一樣的方法 因為呢 這裡我走起來 如果今天再增加第2個 那我要 決定它的上下順序 是就按著它 上下移動 這個是標準的方式 但是各位 你今天變了3D以後 就不一樣了 來我把這顆 松樹 變成3D 好來你們看 現在 看起來 我變成3D之後 我是不是在這張底盒上面 樹嗎 但是我把它往下移動 來我先把他拉出來 因為呢 預設 轉換成3D之後 他們的一軸都一樣高 都在你 你有沒有感覺 這兩張是疊在一起的 從左邊看的話 這兩張疊在一起 我先把松樹往前拉一點 這樣有沒有拉出來 好你看我們走走邊 前面這樣看 看不太清楚 從左邊看有沒有很清楚 我這裡 有沒有 從左邊看 好現在 我如果在這裡 時間軸 我把它往下一拉 你覺得 這裡有差嗎 請問這裡有差別嗎 現在樹明明在 這個背景圖之下 有沒有看到 可是 以記軸來講 它是比我還高 比這個樹比這個背景還高 所以你知道一件事情 當你變成3D以後 圖層的上下順序 不是由 時間軸上面那個 上下順序決定 是由翼軸的數值決定 這樣有沒有清楚 跟 時間軸沒有關係 當然這個前提就是 3D的跟3D比 2D還是跟2D一樣 所以2D 你有聽過一句話 不 感到不怕 也是不 有 所以如果你是2D的 你看 如果你是2D的 等一下 不是他 是這裡 如果你是2D的 你放在哪裡 永遠都是面向 面向你 來看一下 我把這一張 我眼睛先關掉 他的眼睛 我先來把它關掉一下 你有沒有感覺2D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都一樣 因為只有3D才會受影響啊 對不對 所以 你用3D的時候 你看 從這個角度看跟從這個角度看才會不一樣 這樣了解了 所以這個是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的是變成 2D的 那儲存原本的順序還是跟他 原本的 時間軸這邊是相同 但是變成3D之後 就不用 看這裡 是要看他記軸的高度去決定 這個 剛開始會有點不習慣 可是呢 熟能生巧 好不好 這樣子我們針對3D塗層的部分 把它講得比較明白一點 希望各位可以對他 先有點概念 好